这个视频中,我要讲讲绝对值与平方的非负性 先问一个二不拉几的问题 如果A的绝对值加上B的平方等于0 那A和B等于几呢? 对了,A和B都是0 因为甭管A是正的还是负的 A的绝对值最小最小也得是0 同样,甭管B等于几 B的平方最小最小也得是0 现在A的绝对值和B的平方加在一起 居然还是0 那只能说明这两坨都是0了呗 也就是说A等于0,B也等于0了 在这个例子中 A的绝对值和B的平方最小最小也得是0 肯定不是负数 这就是绝对值和平方的非负性了 俩非负的式子加在一起还是0 说明这俩式子都是0 简单吧,来看看这道题 若Y-5的绝对值加上X加4的平方等于0 求X和Y的值 咋办呢?和刚才一样 Y-5的绝对值是非负的 X加4的平方也是非负的 加在一起还得0 说明这两坨式子都是0 Y-5等于0,那Y就等于5 X加4等于0,那X就等于负4 搞定 你看,绝对值和平方里面变成一个式子也没有关系 只要合为0,则每一个式子都是0 学会了这些,你就可以挑战大boss了 若A-2的平方加上B加1的绝对值等于0 求BLABLABLA这坨代数式的值 要想算出这坨代数式的值 你得先知道A和B等于几 咋算出A和B呢? 只能从这个式子下手了 A-2的平方是非负的 B加1的绝对值也是非负的 加在一起还得0 说明这两部分都是0 A-2等于0,那A就等于2 B加1等于0,那B就等于负1了呗 AB等于几都算出来了 你就可以对这坨代数式动手了 注意了,要先化减再代入求值 先去小括号 这儿有个负号,要注意变号 去掉小括号后就变成负4AB方加上2A方B 3AB方与负4AB方合并为负AB方 去完小括号,去中括号吧 还是要注意变号 去掉中括号就是AB方-2A方B 5AB方和AB方合并为6AB方 这两坨正好抵消 结果只剩下6AB方了 现在在求代数式的值就简单多了 把A等于2,B等于-1带入进去 算出来就可以了 答案是12 好了,总结一下 绝对值和平方都具有非负性 具有非负性的式子何为0 则每个式子都为0 简单吧,赶紧动手试试吧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